食貨之人 選SAMMY SAMMY選東西 正呀 好 今天吃什麼呢 今天吃一些有點慘口的東西 秋葵乾 哦 秋葵乾 你本身有沒有吃過這個零食呢 有有有 也有的 我記得我吃過一次 因為我本身很喜歡吃秋葵 但是乾好像方便一點不用煮 但是秋葵乾有時候會慘口 因為裡面的六角形有點硬 所以我覺得可以小心地去選擇 會不會有些沒理由零食令你反而不快樂 秋葵本身是有點散散的 我喜歡吃秋葵的原因是因為它有散散的地方 所以秋葵乾是沒有了那個感覺 不是哦 也有一點點吃完那個散的感覺也有的 即是它比起吃薯片 吃蘋果片 用口水浸均勻它 它還有一點散的 沒有新鮮的那麼誇張 我也覺得特別好吃 那些散其實是那些果膠和纖維 所以為什麼秋葵這麼多人說是一個健康食品 就是因為它可以幫你的腸很暢順 它會幫助排便 血壓也好 血壓也好 有時候說壯陽 我也有聽說過 一群男生的朋友說壯陽吃多一點 壯陽吃多一點 異形保刑那些 還有一個說法 還有一個說法 你有沒有聽過就是秋葵可以醫糖療病 是的 就是拿秋葵三條焗水隔夜 然後第二天就隔了秋葵以後喝了它 對醫糖療病會有幫助 那實際是不是呢 實際是沒有的 也沒有的 譬如中醫、西醫 西醫就更加沒有根據 中醫、西醫也沒有說過 沒有根據 西醫就說 中醫就說可能會有某一些體質會有幫助 但是也不是一個醫治的方法 那也沒有的 是的 也沒有的 但是秋葵現在已經變成一個健康的成分 但其實有些人是不需要秋葵的 為什麼呢 太涼 太過滑腸 太滑腸 太滑腸 是的 譬如西瓜這些很容易射的 太容易射 如果再吃這些就射到瘋了 因為我常常認為我自己在消化 怎麼說呢 總之我以為自己很缺乏纖維 但誰知道它裡面的纖維實在太多了 搞到消化不好的人會蛤 它纖維很多 我又不是覺得它纖維很多 它外面纖維也很多 它本身的皮纖維又多 我的感覺好像跟青瓜差不多 對 像鬥角那種感覺 青豆差不多 它那些滑腸的物質 本身可以幫助滑腸 對 我想那些纖維多 因為纖維跟青豆不相差很遠 但那些散就不同了 散就多了 散就多了 本身是散 所以譬如說 如果你的槍關得不好有聲音 你拿抽櫃 引引 吸引 把抽櫃綁在教位裡面 我感覺到可以滑滑 或者開門會嘖 那些時候 蠟豆也可以幫忙 擠一些蠟豆進去 蠟豆不行 抽櫃裡面的滑滑程度很高 或者你跟同事的磨擦 你想減少磨擦 你玩抽櫃跟同事 對 或者你旁邊的同事 我們有磨擦 我跟你有磨擦 我怕磨擦得太多 傷害對方 抽櫃可以滑 我想那些當然 潤滑劑 潤滑劑 你自己怎樣用 我不說 你自己用開自己用 抽櫃確實挺潤滑 對 所以像我這樣說 消化不好的人 千萬不要吃太多 因為如果晚上吃了抽櫃 我第二天要衝進廁所 不是的話會趕不及 你這麼誇張 真的 嚇死我 我經常都會忘記 我為什麼今天這麼急 自己知道 有什麼所謂 你就吃一次 說得好像很大件事 你吃過一次 自己知道吃兩條 就餓飽了 那就下次吃一條 這些又要用來 慢慢叮竹 慢慢叮竹 這麼簡單的東西 好啦好啦 喝一杯咖啡會手震 下次喝半杯 你有沒有說到這麼大件事 好 先來A 食貨A 嘩 這個抽櫃 很奇怪 賣相 好像很假 那顆定那麼大顆 對 好像固定 這個是抽櫃 不過這些是小抽櫃 我平常吃的這麼大顆 我也是 很長的 雪櫃下面 有時候我雪櫃在雪櫃 一拿出來 一拿出來 好像膠漿 那樣的 因為那些漿 就是那些東西會溶出來 都溶出來 黏黏黏黏黏 然後我才吃 嘩 嘩 很青臭 我第一次吃 我都覺得清潔的味道很濃 但吃一吃又習慣了 鹹不鹹 因為有時候這些食物 那些鹽很多 沒有 它已經沒有加鹽 兩個都沒有加鹽 應該很少加鹽 果乾很少加鹽 果乾加鹽就不健康 它最健康 最要健康 薯片才吃 應該很少 嘩 嘩 脆不脆快不快樂 很脆的 聽到的聲音 脆就一定脆 不脆就死了 不過真的 秋葵味又不是太濃 有種臭腥草味 但就是臭腥草味才能感覺到健康 所以我都覺得它不錯 我試試看你 散不散 嘩 見到散啊 嗯 散不散 有沒有槍架 或者一些東西 這個 扭緊了 你試試看你不散 它肯定是因為你扭緊了 你扭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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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要緊了 OK OK 拿下個B來吧 不要說那麼多 給我分 先給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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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這個大了 嘩 這個大了很多 沒有了釘 沒有了釘 它斬釘 因為每一個有釘 它斬了 有時候釘會有些倒勾 會戒嘴 沙落 不誇張 真的 我試過洗秋葵 你會用手指摸一摸 真的會戒傷手 有些刺刺在手指上 這個大很多 但是淺色很多 嘩 你看這個桌面 嘩 這個味道很聰明 嗯 而且我的感覺 因為它大了 裡面有很多紙 對嗎 還有那個感覺 不是 這個我都有紙 但是不覺得 但是最厲害的是什麼 這個呢 好像裡面的發布膠粒 你看 是嗎 這個呢 你這樣 你吃了 你不覺得裡面有一個 好像乾紅椒 這個呢 嘩 好像發布膠 像發布膠一樣 嘩 口感哪個好些呢 如果這樣 A好些 脆的嘛 你看這個 發布膠很濃的 你試一下 不 聽聲都感覺到 裡面的紙 拿上手都好像說 發布膠一樣 是嗎 發布膠 但是呢 秋葵味這個很足 很香 秋葵味 香 清香 而A這個是沒有清香的秋葵味 就是 如果以味香計 B這個香很多 不用想了 在小儀想說話之前 B 哈哈 我喜歡A B 今天 便宜 沒有好 哎呀 B 口感是沒有那麼好味的 但是因為它很香 是啊 我想呢 是關於它的制法事 因為B那個 更苦 很甜 B為什麼好苦 好像吃苦瓜 那樣的味道 但是 但是 和命有關的 是不是 真的很苦 我都想試一下 你的命苦不苦 我一定是甜的 哈哈哈哈 因為B那個 是那種冷凍的風乾 即是freeze dry的 B那個 所以它可以保留多一點它的味道 但是同時呢 它的質地就是 那些風乾果的一個特質 就是很容易散開 就不脆 也不脆 可能你要含它 才變回 給它一點水 對 它變回秋葵的質感 這樣才行 總之不是脆的方向 用口含 含都變回 然後 含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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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把秋葵含一生 很長時間的工作 還黏牙 是啊 很黏牙 但是味道很香 它就保留秋葵的香味 是啊 A那個其實它是用那些 Vacuum Fried 它也有油炸過 所以可能 很脆 對 可能原味也脆 但是原味就會被油的味 蓋過了一點 但是我覺得它 Vacuum Fried Vacuum Fried Vacuum Fried 即是它用真空炸 好像用 air fryer 那樣的炸法 但是它有下油 即是用光煎 光煎 光煎 對 沒有下油的 不是的 它有油的 沒有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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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肥很多 如果你計算相同的份量 它是雙倍卡路里的 秋葵本身是低卡東西 無緣無故吃A變成高卡 吃了一包 要吃了82卡路 我覺得太多了 B那個是50卡 幾分量的話 就是因為油和沒有油的分別 價錢其實不是差很遠 A那個是28元 有一包 B那個是35元 那B好多 是啊 B比較難找一點 不知道是科技還是什麼的關係 我找到全部 其實通常都是油炸多一點 可能口感好一點 因為沒有人喜歡吃不脆的 是法寶膠 你說得像法寶膠嗎 是呀 你吃的時候噴了它 旁邊的粉 有一點點像我去含乾了的樹皮 為什麼突然含乾了的樹皮 真的像 我當時想體會 我知道 你不含過你怎麼知道 像我都幻想不到 含乾了的樹皮 不是呀 那時候上學 那感覺好像含一隻鳳凰在口中 是啊 那我都要含過鳳凰 含過鳳凰才知道 那時候都是告訴你嗎 我都解釋給你聽 不是 我不是解釋 我爭議你 為什麼會含樹皮 我爭議你 小時候 為什麼你很窮 為什麼要含樹皮 就是我公公 有錢的頭 我們吃得太好東西了 窮的時候是吃樹皮的 你讓我試一下 他就是那時候走爛的時候 他告訴我吃樹皮 然後他送我上學 有時候經過樹 那我告訴你 那些樹皮大概是怎樣 那我可以偷偷地撕一點包 嘗試一下 那感覺是怎樣 我想體會他當時走爛的 那他告訴你 那些人最窮的時候 是會煮皮帶吃的 皮帶有 還有鞋底 鞋底沒有試過 我給你一個鞋底 不用 鞋底真的是皮帶鞋底 今天這個應該挺好吃的 我剛剛不吃鞋底 我先說 不是有Air那些鞋底 是皮鞋底 是皮 Air那些咬咬咬咬咬 牙膠 那些 我真的很怕你會 有一天 他說鞋底 沒有東西吃 好一點 借口 不用了 現在吃秋葵乾就行了 吃這一隻 不用了 那我看你用樹皮的口感告訴我們 你好像說到全香港人都吃過樹皮 那我好像樹皮 我馬上說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你明白嗎 我明白 我明白 大家今天先嘗試吃樹皮 不過你是蠢 你可以告訴我 你吃過快寶膠嗎 是嗎 真的蠢 拜拜 五九猴 還想聽早霸王 快點上8001903.com 聽一份節目重玩 早霸王